記住羅宗湯回來了 雖然我們暫時缺貨 但一回到我一年氣 看著我 藍會數 就是對眼很有幫助 還有我們的新產品就是 糖尿皮膚寶 到時候我跟他改了名字 也會回來的 全部都是under我們自己的品牌 好了 當然零子暫時還有貨 大家繼續上來買 自從聽完上去 看我們兩個朋友 63歲 吃完零子之後 長長了 接著還搞她老婆 她老婆就跟她妹妹說 她妹妹就跟她前夫說 她前夫就是上次打電話給我報料的網友 關係很簡單 打電話報料給我的網友更厲害 她吃了零子之後 我要告訴大家 她說她一天可以做五次 她每天只吃一頓就是晚上那一頓 早上只吃零子 喝杯咖啡 一天可以做五次 五十多歲 一天吃一頓 是真是假 我就不知道 但是我喝了五六天 那個醋和零子 我跟大家說 那天我已經說過了 我老婆跟我說 喝完醋後腹部鬆了 因為我老婆一個星期就喝了 因為幾斤 那我說是嗎 這麼神奇 然後我又說 我也鬆了 因為我肚子很緊 突然間我喝了 警察會這樣 零子我就不知道 因為我兩天都吃了 我就不知道 今天我今早就跟大家說 今早起床 七點多 六點多七點 我瘋到齒 然後起床洗澡 我洗澡一下 為什麼還不急 又再瘋 OK 瘋完就行了 洗澡就上班 吃早餐 一船上船回到公司 哇 瘋你這麼好 剛好回來 又要沒有人在門口等 瘋你進去坐去瘋 而且又不是大臭 但是都是那些 你看得出來的那些 就是黑水 是 即是擠進去舊的 可能是排毒 OK 我問網友 有些網友說是這樣的 有些人說不會 你有嗎 也不知道 我去瘋水 沒有你這麼瘋 不是瘋水 就是那些 黑色就會 黑色就會 濕的屎 濕屎 濕屎 因為你要等他本身濕 他就幫你排出去 OK 我覺得精神好很多 濕毒 是的 我覺得精神好很多 所以 這個靈芝包紙 之前已經有很多網友說過 其實純粹 我最初的初心 就是希望幫到有 重樓的朋友 可以度過 在法療電療期間 增強免疫力 結果發現 無論對濕疹 氣管問題 全部 或者好份 順便不佳 也有長足的幫助 其實真的 大家要多留意身體 他的年紀 你好像智叔 我們昨天說了一點 老實說 胃癌 一個腸癌 一個胃癌 是不值得的 我記得我去年帶 你也有去過 我們帶一群人去馬來西亞 驗身 我們照搶鏡加 胃鏡加 全身檢查 即血液 那些一般的檢查 還做了 心電圖 256 還是128 最高級的 加起來也不用一皮港幣 而那套餐在香港 貴的 去養和 六皮 一般播度 三四皮 浸會那些 一皮都不用 還可以去玩 你說有幾個 OK 現在不可以飛 如果可以飛 我也要去做 因為你照胃鏡 就看看有沒有門羅旋菌 就吃藥 可以控制到 這樣胃癌的機會就低 腸鏡更加 有肥肉就剪了 是吧 上次我講過 應該是三年前 現在講 不知道是三年還是兩年 那就是有22顆肥肉 我覺得剪 即是肥肉之王 所以當天那個美女醫生 很大波 就跟我說 正常來講 你做完肥肉 就應該五年後 就再做就OK 但因為你第一次做就這麼多 你就叫我過兩年 即今年 就好回去再做多一次 看一個形勢是怎樣 如果都是正常的 就OK 因為他怕我 因為我有沒有遺傳 因為我爸爸也是有腸癌的 那我上次 我不知道有沒有播過 他還有一隻CD DVD給我 是的 就是照搶鏡的時候 他的鏡頭 那裡 錄了我整條腸裡面的 我看看找不找到 我找到Ting Link回來播放 他有一些像 那些女兒 日本的AV 就很喜歡找鏡頭 塞進那些女兒的蝦 那些粉紅色的肉 真的很亂肉 是 我猜不到我遮你的腸 跟我的蝦差不多 真的猜不到 OK 那可不可以把腸拌好嗎 其實有些人 吵屎筒 就跟腸拌差不多 是 是不是 吵人吵屎筒是的 吵屎筒不算禽獸 不算混蛋 吵屎筒很多人都嘗試過 我就不會在這裡問你 我昨天問三山 說他結婚之後 有沒有跟別的女人搞過事情 我說沒有 怎麼會 他說沒有可能 我說三山 我現在問四海 我不是問你 我說三山 他說沒有 當然沒有 沒有 就是信不信就由你了 是 信不信你說信不信 好了 我吵人家想 如果我今天去看醫生 是 當然不知道是甚麼事 今天是看醫生的 但是 詳細情況我不說 都照過廢片 當然我還不知道是甚麼 因為可能說廢會有陰影 是 那就是廢鏡 但是我一點都擔心都沒有 為甚麼 就算我廢鏡 我用強大的智力 我的目標就是 你老婆 是看著吵架 不是中共 中共吵架 我不在乎 我在乎的是中國 今天節目就這麼多了 我希望有人說 應該要做動態心跳 其實我連CT scan也做了 基本上我已經明白了 要做這幾件事 或者不做那幾件事 我是了解了 OK 我覺得都是足夠的 最主要就是 看完CT scan 那我就可以去 因為其實中西醫肚 很多時候不是看完報告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要將這些東西 綜合分析 去猜測 去斷證的時候 OK 不知道 其實我最擔心 我人生之中不斷出現這些東西 就是厭緣沒事 但你仍然有點痛 可能是神經痛 這些就是最麻煩 其實我都不是痛的 甚至乎不是癌 是有感覺 我現在開始懷疑 上次我突然說很痛那天 46 後來我回家發覺 原來我身後生了一顆暗瘡 覺得暗瘡痛 我擠了它又沒事了 我現在懷疑 醫生其實也問我 那位護士問我 你有沒有撞過 我又不太記得 現在這樣說說 好像是臘骨痛 但沒理由痛兩個月 除非裂掉了 順帶一提 我近日經常出入這些醫療中心 我發現香港的女生真是漂亮的 是漂亮的 一向都漂亮的 護士索丁 就是浮誘 還有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如果你說二十年前 他們的女生看見我 唐索那麼高大 那麼英俊 那我當然不明白 但是你說 如果現在 我今時有一個阿叔 我發現那些女生看清我都很好笑 他們未必認得我 是 我又沒有特別惹他們笑 只是可能說 好餓啊 我想快點放我 他們就很開心 是 當然 以我的口碼 我亦都將這個七樓 其中兩個 不要說是姑娘 電話拿了 當然我會不會打電話給我 跟你說一百個聲 我不會的 但是我真的很想跟大家 各位網友說 特別是那些 波波是那些無人用的 是廢人 真是你可以跟著 比利哥出去 其實怎麼會 混不著他 這個世界上 只要你有口 只要你夠膽 即使一個52歲的人 一樣可以跟一個19歲的女生 拿電話 成功拿到電話 真是不是一件 簡單的事 明天繼續 比利晚報 拜拜